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嘉宾是Arnold 来自研究部的分析员譚智乐 你好Arnold 听一下电话 李小姐 早晨 我883,117号6已离开 她现在这样升上来 我是否立刻要追回她 883方面 中海由11.3毫半 现在升3%左右 早前10.7左右已离开 今天来说 传出一些石油石化股 可能有个合併的消息 中石油和中石化可能会合併 另一个方案就是中海由和中石化集团 当然未证实 如何部署股份的后市表现呢? 如果海由在10.7这些位置走了 今天股价有一个突破的现象 值不值得再追回呢? 其实我不太建议 近期来说升升两样东西 第一见到国际油价的确有个回稳的迹象 但是会不会真的出现一个很大的反弹浪 我觉得相对比较困难 甚至可以这么说 就算扭日期油 反弹到60元左右的水平 中海由始终 你说盈利能力未来的业绩上 都未必能够做好一点 始终价期之后开始 市场焦点会落在业绩公布方面的表现上 中海有个业绩 我觉得会很令市场失望 在这方面来说 未来来说 虽然资本开始会有机会削減 但是看来说 就未必会有转机在 甚至说合并的消息 会不会在之后假期之后 完全否认 因此升幅有所收窄 是会有风险因素 所以我不太建议这些位置再追 因为你从整个走势上看 如果短线税少看 股价近期来说成功突破了高位的阻力位 即是11.2这些阻力 突破了这些位置之后 股价可能会有机会试回12.4这些水平 但是是否真的能够升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未必会太容易 我相信12元这些位置 都会有个比较大的阻力位 所以这些位置论直博率 我觉得未必太吸引 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去追关 起码都等到股价会落到11元这些位置才去考虑 好,等一等先 都升了太多上来了 还有没有其他人问?李小姐 我想问386 我用5.3毛多买 用5.3毛多走 现在都不要追 追不追回去 问少许是吧?都放假了 你好 同样地 你说说386更加资 今天升这么多 最主要是炒回未来 当然如果它和中石油合并的话 386估值相对比较便宜 这方面来说 一旦合并了两间公司 整体而言 合并完之后 一间便宜估值小小的公司 相对地会比较有个优势 但是当然 最终你说合并的消息是不是熟实 现阶段的可信性 不是说真的非常之大 所以这些位置你追进 论直博率是更加不吸引的 因为你从整个走势上面看回到 股价其实都是徘徊在一个 横行区间的格局上面 暂时来说 徘徊在5.9至6.6这些位置 所以这些位置买入 你上去看 都是看6.6这些位置 未必那么容易突破这些位置 所以这些位置就绝对不建议 再高追的 如果要去买 都是同样地 等到股价回落到大约6.3这些位置 才去考虑 在6.3这些位置买入 指示设回5.9 短线来说 看看能不能够突破6.6这些位置 突破了的话 护回7元这些位置 好 多谢先来李小姐 我们下一位家庭观众 听听听就是李先生 早晨 你好李先生 我先问了64和8.57 64是4.01指买入 现在应该加注 还是应该怎么样情况 应该不要移动 就这样等控股 好 你就是问Pino64 是吗 结好控股 OK 4毫多指有货 现在急跌8% 下来的 去到3毫2,500 看回一些消息 他说折养2成1,2公1 籌集的总额来说 大约6.26亿元 公股价2毫8指 如何看回后市方面 拿回来的钱 就说会扩充现有的业务 和一般营运的用途 会不会在这些价位做过沟货的部署呢 沟货真的未必会太建议 因为你沟货后 始终还要面对着公股等等的问题 始终公股的时候 其实都等于变相叫你去沟货 所以你看到未来来说 其实需不需要去公股 这方面我觉得都会有待观察 而且你从走势上看回到 公股的消息市场消化得 就不是太正面 所以你看到股价都跌穿了 之前一年来说的低位 如果股价真的再不幸地 跌穿3毫指这些位置 反而可能要考虑理性地止蚀离场 但是短期来说 不跌穿3毫指这些位置 跌到这些水平的话 暂时来说都可以守住 好 好 就问海油是否883 857 857 857 8.7 8.7马入 现在应该如何指纸展指线 好 都说完了 三尺来说 如何部署了 857 中石油方面都升超过百分之 三部899 暂时就已经有一定的利润所在手 如何部署它后市的表现 这些位置 正如之前所说的 另外的石油股都一样 高追就不建议 但如果你说在8.7这些位置买了 我觉得都可以继续持续持续 现阶段的势头都相对地算是良好 其实你说不需要太担心 就算未来来说 否认了相关合成的消息 我相信都不会造成一个太负面的作用 始终市场觉得 就算否认了都好 未来来说都是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短期来说股价是会有条件向上冲 所以你说8.7这些位置买了 只要不跌穿8.4这些位置 我會建議你繼續中線拿著 短線來說,看看能否突破九元這些位置 如果看到股價最終能夠在假期之後突破九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後退股價升到九.七這些位置 才考慮去估出理想 OK,李先生,是嗎? 好,謝謝你,老闆 好,多謝你的電話 幾位家庭觀眾,都要問石油股 我們看看這個版的最新表現 提到,306宗石化暫時正在升半成左右 升兩毫八指暴6.51 另外,857宗石油,升超過3% 升兩毫九暴9元 另外,883宗海油,升三毫二指 升近3%暴11.4 好,這一節節目時間有差不多了 謝謝Anno,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會還有上午,其實都是 下年最好教育日的問答 如果有事想問,就把機會打給我們 稍後再談